今天上午首批中国制造的美国波士顿地铁车辆在中车常客股份公司顺利下线 这批车辆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 那预计呢将在今年12月份运抵美国的波士顿 我们来看一看央视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那么我身边的这列刚刚下线的地铁车呢 就是即将出口美国波士顿的地铁车辆 那么刚走进车厢呢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跟北京地铁相比呢 这个波士顿地铁的车体宽度稍微窄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还好整体车辆的色彩是非常的明快 那么大家再看一看这两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 其实呢这两个是红外线的客流量的探测仪 它可以监控这一节车厢的客流量是多少 它的准确率在99% 一旦客流量发生变化 这个数据传递给管理部门 管理部门就会根据客流量的变化 进行相应的编组保障乘客的这个顺利出行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部分 全车的WiFi系统连接每节车厢 一共有八个这样的摄像头 这个WiFi系统呢 目前是不对公众开放的 但是呢它是给当地的管理部门 以及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实时的这种监控画面 这批地铁车辆的结构强度控制安全 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均采用美国标准 是国内首个整车各系统均采用美国标准设计的产品 车辆采用全新平台自主研发 整车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201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交通局面向全球招标波士顿地铁车辆 由于受当地既有线路条件的限制 整车重量不能超过34吨 这一项最重要的技术参数 将多家国际知名制造商拒之门外 经过层层筛选 2014年马萨诸塞州交通局与中车常客股份公司 签订了284辆地铁车辆的供货合同 这是中国轨道装备首次进入北美市场 首次为美国轨道交通提供中国方案 输出中国技术